另外 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云顶香港上个星期向香港交易所提交清盘重请 马来亚银行 联创国际银行和新业银行被列为主要无担保债权单位 涉及金额高达25亿令吉 引起市场担心会冲击这三家本地银行的表现和借贷能力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督斯里阿兹米阿里今天表示 财中部和国家银行将会采取措施 确保我国银行的资金流不会受到影响 阿兹米中午出席雪莱娥 德州发展行动理事会会议后透露 世界银行预测我国在2022年将取得5.8%的经济成长 这也符合财政部和国行预测 国家经济成长率会比前一年03.3%优异 谈到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进展 部长表示 贸工部会在下个月底将损疫评估报告提成给内阁 较后再对外公布详情 希望能够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相关程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